加泰隆尼亚寻求独立风波持续延烧 随着加泰自治区主席普一格蒙特 被中央政府传召到参议院 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加泰政府星期三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量对策 极力阻止中央启动155法令 解除加泰政府的职务 加泰两大政党 欧洲民主党以及左翼共和党随后宣布 他们决定针对155法令提出上诉 利保加泰政府职权 两党参议院发言人指出 在宪法保护下的基本旋律 已经被中央侵占了 他们必须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请 不让中央启动155法令 另外,上百名教育人士和学生 星期三也涌现加泰政府大楼示威 支持加泰在星期四单方面宣布独立 示威者表示,155法令不只让加泰政府丧失职权 还会政治化加泰的教育制度 更形容155法令是以大耻辱 有很多乐图的教育,一同学校的学校 学校在学校幻学校下班 有用很多学校的学校 必然而言,要需要太阳学校 教育人士和学校人士教育人认识 分别。 都不需要协讯社交平台 普一格蒙特被传召到参议院之后 一直没有对身边的人透露自己的立场 他到底会不顾一切直接宣布独立 还是会遵从中央的指令 举行地方政府选举来避免中央接管加态 这一切都是个未知数 加上中央政府宣布要接管加态 种种迹象让弗朗哥独裁时代的阴影 再次笼罩西班牙 这波刊称西班牙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和分离危机 预计未来几天内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